我想問一下 昨天講到這個執政大聯盟 那執政大聯盟有跟菲律談過了嗎 或是要怎麼組 是民調最高的來組嗎 我先想講一件事 這一定是必須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政策 共同的一些想法 我們最重要就是希望和平 希望安定 沒有人希望打仗 如果再讓民進黨走下去 再讓台獨橫行下去的話 就是兩岸走向戰爭 所以我們必須要反對台獨 反對造成兩岸兵兵戰爲的大家共同理念 共同來團結 第二個要真的下進決心 要掃除台灣這些不公不義 綠能你不能只有綠色特權的情況 第三個我昨天也強調 其實在農業政策上面 我們必須現階段要有光明的台灣 不缺電的台灣 不能再搞到大缺電 大停電 這個黑暗的台灣 這些共同的政策 共同的理念 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很多在野的朋友 大家心有氣氣焉 知道民眾為什麼要政黨分替 為什麼要下加民進黨 不是為了政治鬥爭 更不是為了爭權奪利 而是讓大家能夠過一個安定的好日子 只要認同這個理念的 我們大家一起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大家能夠秉持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大家這樣子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有可能 我們就會 這個大聯盟就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大 昨天致辭的時候 都沒有談到郭台銘 柯文哲說沒有人跟他談過理念 我想先階段 我們柯市長也是很忙碌 那我們先從 大家在很多共同的政策 共同的理念 不管立法院短環 或幕僚的協調上面 大家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共識 那我們逐步的 把這樣子的一個堆疊起來 我相信最後 我們就會水到渠成 那在現在的過程當中 我們最重要的 不要受到這個 少數破壞者造成的 所謂的藍綠的對 藍白的對立 或者是有一些不合的情況 那有一些人 當然就是希望你 藍白或者是在野 能夠越亂越好 那想想是誰呢 那可能就是 每天在五星級飯店 吃香喝辣吹冷氣的民進黨 請問一下今天 這個國民黨的全台會 今天韓國瑜跟這個 我們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橫臺 那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你們兩個是不是有聯手的機會 到目前的一個狀況 可以解釋 國民黨的家戶是問我 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這條沒有辦法評論 早上朱立倫說 未來要組執政大聯盟 朱立倫說要組執政大聯盟 跟您之前韓的大聯盟 跟不是一樣嗎 什麼大聯盟 早上朱立倫 他有喊說 未來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的話 要組一個執政大聯盟 我相信在 國會三黨不過半的機會很高了 所以 不過是這樣啦 我覺得 還是那句話啦 還是要價值啊 把政策啊 理念的相合 就相 怎麼講 英文叫compatible 能夠符合這才有辦法合作 所以這方面的討論應該要再多一點 那對於藍白合作的部分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這個這樣啦 這個還是那樣 他應該是價值理念的討論 而不是權位的分配 只是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一下子說要無條件投降 一下子要併購 一下子要 坦白講我到現在為止 從來沒有人來跟我們談過說 政策大家有沒有相合 價值理念有沒有相合 我想這個 還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你這個不解決 很難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聰明 請問現場所有的同志們 我們本黨徵召侯友宜同志 作為中華民國第十六屆總統候選人 贊成的請起立 全國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 我們請侯友宜同志 一上台 非常謝謝本黨 團結一致 全力支持侯友宜 謝謝大家 我們請侯友宜同志 上台與朱立倫最強總教練 雙手牽起 共同團結 所有黨代表 我們一起 侯友宜 動算 侯友宜 動算 侯友宜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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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我們所有黨代表 所有黨員同志 感謝 我們也請侯友宜同志 先到後台稍坐休息 我想問一下 今天守在會場入口 是不是要跨起來韓國的細節 而且是不是把資金放到最低 送上口號之外 自此也特別提到 感謝韓市長 今天所有人來參加前代會 都是力挺侯友宜參選總統 所以我站在門口 在這裡歡迎每一個力挺侯友宜的人 我非常的感謝 學習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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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架民进党 这是我今天的三个心愿 好 谢谢 下架民进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